大家好,歡迎收看Bili Bala讀聖經 上回就講薩姆爾記上的21章 自從蘇羅想殺大衛之後 大衛嘗試透過薩姆爾 又或者約拿丹這些重要人物來保住條命 結果都是不成功的 甚至弄得那些人都賴屎上身 於是他就開始要他正式的逃亡生涯 作敗一個祭司的地方 然後就肚子餓拿陳切餅來吃 這些是只有祭司才可以吃的 再不要計算大衛說了一個白色方言 上次來提出什麼時候可以說白色方言 甚至連耶穌來責訓一些法利賽人的時候 都說了祭司通融這個白色方言背後 而侵犯到當時後規矩的一件事情 真的值得我們來反思一下 在這個法規之中 什麼時候需要來講情理 無論是說社會 又或者是公司 家庭各方面的規矩都好 繼續看看故事發展是什麼 以前我們經常覺得民族界線畫得很開 但實際上當時民族的混雜情況也是普遍的 這個不只是蘇羅的時代 在之前薩姆爾時代 又或者之後大衛 甚至乎所羅門其實更加溝通了 民族界線的定規 是寫薩姆爾記 又或者列王記編寫的目的 就是要規劃回來我們是以色列民族 你說得差一點 甚至乎是一個民族主義的雕形 是之後才發展出來 之後我們就掃諸這些故事 去讓以色列人去學習 以至到看到有外邦人 居然做到這麼高的位置的時候 可能你就要注意了 這個就是師牧長和合本聖經 但是廣東話聖經就說他是負責牧羊營的首領 要知道大衛也是牧羊很厲害的 不過蘇羅似乎是派他去打仗 就多於牧羊 又吹過大話 祭司回答說 我只有你以前在伊拉谷薩菲利士人哥利亞的刀 我用布將它包著 放在祭司所著的耳筆得後面 如果你要用就拿去 再沒有其他的 有趣的兩樣發現 為什麼那把菲利士人的刀 會擺在祭司道 而不是擺在蘇羅 這個跟以前的約櫃 以色列人打書仗的時候 約櫃抬進大滾神廟 有類似的儀曲同工的代表性 就是當你覺得那個神是幫你戰勝了一場仗的時候 你就將那些戰利品供奉在神明的旁邊 這是第一個有趣的地方 但是有解釋的 第二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擺在伊芙德的後面 伊芙德是祭司的背心 但是為什麼那件背心不是用來穿 而是好像擺在這裡用來供奉的膩 這個是挺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同一時間也都象徵著 因為伊芙德尤其是大祭司的伊芙德 前面就有胸牌 可以用來做決斷和求問神 擺在這裡供奉的意思 是代表尊重 還是其實你是沒有那麼多東西來求問神 所以就丟空了 純粹就供奉在神壇上 好像我們本聖經 你放在書架上封尋 但是你其實從來都沒有怎麼看過 這個比喻 不代表這個真是老吹 我不知道這個答案 純粹是一些聯想 所以大衛就拿過要做一把刀 有點像玩RPG遊戲 然後就問一些人和我對話 然後又得到一把刀 大衛回答說 沒有其他刀比得上那把刀 求你給我 但其實我奇怪的一件事 因為那把刀是哥利亞用的 那你哥利亞用的 那你本身一個人巨大 那你把刀應該都是很巨大 那大衛呢 怎麼算都不會夠哥利亞巨大 那他拿著把刀的時候 真的好像那些 中古武士那些 刀長到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拿不拿得起 或者在揮武的時間裏面 那究竟是否真的很效果 這個真是成為疑問 但是 當時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士兵 各方面 其實都沒有一把很漂亮的刀 他拿著那把刀 就真的已經是 以天劍套龍刀那類 或者是 這個 楊過那把圓鐵劍 他應該把這個 哥利亞那把刀 劈開鑄做兩把刀 然後就可以毫靈天下 亦都方便些輕一點手 他不是民眾再歌再舞青眾話 蘇羅殺死千千 大衛殺死萬萬的那個大衛嗎 即是投靠不到自己人 就投靠外敵 大衛聽到這番說話 就擔心阿吉王會害他 於是就假扮瘋癲 在城門上面亂說 又任由口水沿著他的鬍鬚流到身上 其實阿吉王真是很蠢 你明明正正常常地走入城道 然後突然間會發瘋 阿吉王對他神博說 你們帶這個瘋人來這裡做什麼 這裡還不夠瘋癲的人嗎 這個人怎麼可以做我的奔行 成功逃走了 但是歷史上真的有很多這樣的裝瘋 但是最後又成功 譬如中國最出名的就是孫斌 他本來被人誣告 然後就放在豬欄那裡和豬吃東西 然後過了一輪之後他就裝瘋癲 然後就把那些示威 疏忽的時候就逃走 這個就是大衛的 有時候雖然很明顯 是假扮的 但是只要在上那傢伙 即是想煮死你那傢伙 夠白癲 就是蠢人一定要用蠢的招數來對付 不能用太聰明的高招 結果完之後他完全明白不到你說什麼 而你要畫公仔畫出場 就說我是白癲 你不要殺我我沒有價值 那時候他就相信 這個也是大衛聰明的地方 他去爺餘這個掃羅的時候 告訴他我好像參孫那麼大力 然後就拿到那個雕去殺這個巨人 過尼亞 現在對著另一個蠢王 本來好地突然即時裝瘋 然後就成功走掉 事後我們看回 過了幾年之後 他也是去投靠另一個菲利士的王 所謂王其實都是一個城邦裏面的王 有點像這個雅典那些 或者是這個底比斯 又或者是這個斯巴德那些王 管理的領域不是說真的特別大的 不過至少是一個投靠的對象 有這個堅承各方面的時候 那蘇羅都不敢來去對付他 以至到大衛都真的有個保護 但是很明顯這一次是失敗的 但是至少保住條命仔 繼續來 那究竟他要走去哪裏呢 繼續下回分解 但是怎麼算都好 大衛都是一個幾醒目的人 今天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Biliba 讀聖經 我會做的 在這裏呢 還是呢 還有一分明顯 我會想看 現在那裏呢 我們也會想看